各位标迷你们好 今天是7月1日 咦 为什么在日本城前面 有些外国势力在这里 快点离开这里 今天很开心 因为国家终于有任务给我 看到这个物令 中国写着 当然跟手标有关 所以快点离开日本城 也不知是什么地方 快点走 又说国家有任务给我的 大家一定以为我将会说 Orient Star 东方星 当然不是 今天怎样可以介绍东方星 第二天先 Orient Star要等第二天 今次介绍这支标 就在大角咀隐世标行 1965年成立的七宝标行 今次有机会来到这里 介绍一支手标 真的像我这样的大汉 才可以接受这个物令 去讲这个手标 真的不是开玩笑 进去看看你就知道 厉害不厉害 整个季里 放了一张红色布 好像还有把刀仔 刀仔铁大鼠 不是 是劍仔 写着什么 大汉鸿蜂 所以大汉才可以看这支标 和大这支标 还有一把是汉潮的宝剑 真的挺有趣 这把真的是劍 今天这支手标 其实就是海鸥的手标 名叫大汉鸿鸿 又有大汉 又有鸿鸿鸿 无论大家是不是大汉 或者是否有鸿鸿鸿鸿 我觉得这支手标 都可以考虑一下 其实一看下去 都挺有趣的 就是小时刻度 全部都是用中文字的 这支手标 市面上不是没有的 瑞士标都有的 好像波威 但真的挺特别的设计 而且这支标 其实灵感就是来自看待的 我认识到也挺大 官方说43mm标径 厚度是12.5mm 标以至标以是51mm 所以这支标不是开玩笑 真的戴上手 令自己也变成大汉 以及有鸿鸿的大汉 其实它的标面和设计 都是模仿看待的规备 所以就一脈相成 正因此标面没有英文字 Made in China 或是Seagull 全部都是中文 那当然啦 那灵感来自看待 难道真的等待测试一下吗 大家知道我说什么 教一教时间日历 让大家看看 推出两架 推出一架 就是教日历 日历 日历在六时位置 底色配合标面 所以挺隱藏 机芯当然就是海鸥的机芯 就是ST2130的机芯 还有我很喜欢时分针的设计 尤其是时针 整个武林性火灵 这么大支 气势当然很厉害 加上时间之后 再上鎖 确保它有100米防水性能 我相信漢代士兵应该不用潜水100米 不过防水性能高些一定有好处 还有标鞋左边好像有一只动物在 尽马 很厉害 整只手标也有大小的 刚才也说了 43mm的标镜 底部也很漂亮 有一个看字 还是很立体的 所以真的要看多两眼 不是开玩笑 还有配合大家 大看风范 戴上手 真是很英勇 很厉害的一个男子看 也写着100米防水 而且这只标是蓝宝石水晶镜 也有夜光 看看 对 小时刻度和指申也有夜光 小时刻度这次 就是很有看待风格的中文字 其实我很希望标镜可以缩一点 但如果小了 它又不够大汗的风格 不够大 红风又不够多 所以真的没办法 戴上7吋的手腕 43mm的标镜 是否很有气势的手标 而且真的看上去很特别 总之它的小时刻度 一看就知道抢眼 而且也有大小的手标 它的盒子和标 所有东西都很精致 很有气势 大家都看到它的定价 就是4000港元定价 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去到大角咀的七宝标行 看过这个频道一定会多些优惠 这只标大概3000多 而且老板真的很搞笑 他说买这只标 我还会送大汗宝剑给你 当然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一只标 和这把宝剑 无论大家自认是大汗 买这只标 配合自己身份 或者你觉得自己的红风不够厉 买这只标 增强自己的红风也无所谓 还拿剑 不过剑就不要拿出街了 在家里放下算 免得被人说你藏鞋就不好了 或者拿出来露鞋也不好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不同牌子 支持地区小店和我拍影片 未订阅也麻烦大家订阅支持 对我令我真的很大推动力 今天也是假期 希望大家有足够的休息 有精神迎接新的一个星期挑战 也祝大家大汗洪峰 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